大家現場一片混亂 穿著牛仔褲倒在馬路上 身旁還圍著兩名友人的 就是獸星黃姓男子 沒想到一場誤會 卻差點讓他生日變成忌日 黃姓男子帶著兩名朋友 原本要來酒店開趴慶生 但沒想到因為講話太大聲 讓對方誤以為他在叫囂 因此持刀將他砍傷 除此之外就連一旁的金爐 也被當成武器 將黃姓男子打成重傷 整個金爐都被打凹 不能想像雙方打鬥有多混亂 被砍成重傷的黃姓男子 26號剛好是他35歲生日 原本和許姓男子 以及另一名女性友人 一起到酒店打算開趴狂歡 沒想到卻和另一方酒客 發生口角 導致他左胸以及腰部 都有刀傷 重傷命危 另一名許姓友人 右胸口也有刀傷 雙雙被送往醫院急救 警方道場隔開兩方人馬 沒想到黃姓男子的另外6名朋友 文訊趕來 又要找對方理論 現場不斷爆發推起衝突 警方立即啟動快打部隊 16名簡力道場鎮壓 鬧事的全都被依防駭公務 帶回偵辦 而打人的一方 一名21歲的許姓男子 頭部錯傷 頭上包著厚厚的紗布 被警方帶回偵訊 另外同夥還有4名男子 搭乘計程車往新北市逃逸 警方已經掌握身分 積極聚集當中 記者李嘉明 楊忠聖 台北報導